哈喽 大家好 我是姓姬 我们又来勺关了 这次过来给宝宝复查一下 还做一下脑部的康复 这个小小伙相当于多少周 36周 37周吧 反正就是这个月底 本来是要这个月底足月深的 对 他才是正常的认成期 这是正常出生的时候 结果提前了两个多月三个月 现在养着比较像人一样 他说刚拿回来的时候跟个猴子一样 对 碰我都不敢碰 就是跟安姑有很大的区别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小就抱回来了 更何况他两斤多的时候 你要想象人家医生是怎么把他也救活 一步步牵扯大了 到我们手上四斤 现在应该快要六斤了 一个多星期前是五斤 被子你就算差半斤吧 哪里有半斤的被子 你把被子洗掉 你把被子洗掉 我洗它 没关系 你欢迎来啊 好怕呀 哎呦 2.7 2.7 5斤 身高凉 5斤4 身高凉 身高凉 我要帮忙 Ant tir 8 available 内容 到 左右 47.5 47.5 没投 47.5 除了 今天比较晚了 差不多10点钟才出发 耽误了很长的时间 到了已经11点多了 运气好 护士可以帮我们加号 医生加的 要问医生能不能加 这么好 医生给你加的 加上了 等下应该够时间看吧 你是不是饿了 应该是有点 到时间了 几点了 八点多 对 八点多 给他泡吧 我的肚子好饿啊 颜值真的差 昂姑太多了 真的 就期待他长胖一点吧 到了七斤多 昂姑出生是七斤四了吗 等他不到八天 颜值应该会稍微上来一点 你还是觉得他跟猴子一样 是吧 对 我还是觉得他跟猴子一样 虽然说有点难听 但是这个是事实 也就是 也还好吧 现在就是普通小宝宝的样子 正常出生的体重了 对 其实比起 做康复啊 我觉得还有个事情挺重要的 要去看一下 他好臭啊 正常小孩都不错 真的好臭啊 我记得昂姑 就是出来之后嘛 他是有身上一股奶香奶香的味道 那个奶香是 穿过的衣服都很香的 那个奶香是喝母乳 他也喝 他喝的喝的不多 他奶粉比较多嘛 要长肉 他喝完那个母乳的时候 就是如果有一些脱奶 或者流到衣服上的那些也是有奶香的呀 老师跟例行开玩笑 说他只是做错的 怪不得不到爸爸的爱 看好笑 看好笑 前段时间不是看到相亲栏目吗 有个主持人 如果另外一个男嘉宾 有小孩子能接受 为什么怀孕都你接受不了 现在来 就是自己养过娃儿都知道 其实有小孩 他长大一点来可能到了五六岁七八岁 那是很少做成的 但是 刚出生的小孩 或者还在怀孕期间 你到出生两年了 这段时间是 比较蛮好的 小朋友至少到了两岁之后 才不需要怎么管 你比较好在你 对 快到我们了 这一片都是做康复的 像早产的呀 或者有一些 说白来就是运气不太好的一帮人嘛 小朋友不知道为啥他有 自闭症呀 或者 他总不太愿意跟人交流啊 不会送来这边康复 真的生小孩 照顾小孩真的很不容易 眉头皱起来干嘛 我觉得还是很多时候很像安眉的 我觉得一点都不像 还要拍什么 安眉在我心目当中就算一种完美的宝宝 接近完美 这个片呢就是说这个盒子共产的片 那个是五月份五月水月后做的 他在这些地方是出现一些勇获照 什么 勇获照 就是他出血之后 损伤之后啊 就说这个工 就是这区域的一个 细导组织已经破坏掉了 破坏掉之后就说他形成一些 狼性的 没有功能的 一个 就好像我们损伤手 之后长成一般狼组织一样 嗯啊 因为对影线学态是有一个改变的 等下我给你评估一下 这个会影响以后大脑发运 所以现在呢就是 第一个要坚持的康复治疗 好 包括蒙小药物啊 到大点之后有其他一个这个方法 刚刚他到早期通过了 就尽可能的 减低这种不影症的 整的严重程度 嗯 看到了 因为我们早期的大脑还没有保育成 所以就走 尽可能 干嘛做完年底了 三个星期做的 三个星期 我们现在的 后期在 ulling 身体 做完缝 结果 是冒失了 就是纠缠还是没有晚运 还没有出生的 很多指标呢 它都还没有反应出来 它现在怎么表现出来呢 第一个就是一个肌張力偏低的表现 这次早上的都是比较常见的 肌張力 肌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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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手没什么力 它把关系的角度啊反射 它都还没有体现出来的 第二段呢 就是说它有一些要原始的反射 也没有说能完全的发育 比如说,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我们正常人应该要像一个太同胖部的一个出现 但是他这种情况下就还没有引出来的 所以结合你刚刚小孩子的病死,包括在检查报告来说 康复治疗是要接着给他去做,尽可能的避免这种神经后遗症的一个出现 第二个就是说,本来跟你说过,他那个片上已经看到有这种狼静的一个照 后期有可能会出现那种运动障碍、智力不好 甚至是脑肠的风险,都是相对一般的小孩子来说过高一点 那要不要住院了? 你知道很多住院做的这么小,而且现在的人名来说,我建议还是去新生科做 新生科? 对,因为你还是太小了,体重太轻了 好,再做完一个楼层之后,到时候再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去新生科的办住院吗? 他当时是叫你什么时候办住院呢? 12号,今天12号吗?你就看这个时间来了 好,因为他已经叫你们这个时间去了 好,做完之后,做完这个楼层之后,到时候就再来我们这个评估一下 好,但到时候情况是能不能在我们这里做 还是继续在他们那里做 好,好,到时候就看情况去 好,还是要新生科? 好,就新生科了 好,就新生科了 住院是要不要平衡? 你新生科,这个女生就像你平衡 还是要伴你住院,没办法 一定要住院吗? 一定要,你要为他负责啊,不是说我们说了算 还是要尽可能的让他康复好,长大了没有后遗症 他评估的时候吗?嗯 因为那个电筒照他眼睛看到有没有反应吗?嗯 他照的时候我没有反应 但是我想说,我们一出门有太阳那就很大反应了 还是由医生来讲的,我们讲是没用的,知道吗? 我也不想让他住院 想让他留在我们身边 但是要住院没办法的 估计也不用太久 三天两头吧 做完康复就可以回家了 要住十天 下个星期五 二十一号早上就可以出院 下个星期五 因为他来主要是 因为他想,所以他主要是打 打针,就是说之前他在这里住的时候他也打过 但是他这个疗程就是打十针 但每天早上打完 所以第十天早上打完就可以回去了 打什么针? 就那个康复用的针 因为他要他再大一点之后 他才能去做那种运动啊 这些康复啊,看到没有 他这一种说一下 医生顺便打吧 我不想看到他哭 预防针 一方针我们只打 你已经打了两针了 有些突然啊 本来以为过来做一下康复就回去的 结果回不去 我知道啊,我知道要住院啊 我没跟你说的一样 他的性格就是很软的 啊,能他真的要住院吗 他才回来家里面十来天 啊,万一心软他又抱着回家了 怎么可能 那就不做了,你开玩笑那就不做了 我知道要住院的,你肯定要住啊 我知道要住院我也不可能说 不让他住,但是就是 于心不忍的感觉 有时候当妈的这里 就是有点太心软了 其实我于心不忍也是有原因的 你看他在家里 我们照顾的肯定是比医院好的 就回家半个月都不到嘛 长了一斤多 在医院的话 他们之前 他之前住院一个月才长了 对啊,那肯定 还是有区别的嘛 好了,我们去买一下 小家伙要用东西吧 反正家里面用的也差不多了 也没啥了,喜欢我们视频请观众哦 拜拜